新研究发现,海洋生物毒素、拱的增加,与全球暖化和过度捕捞有关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分析了大西洋西部缅因湾的数据 根据路透社报道,研究发现过去30年,雪鱼体内的甲鸡拱含量增加了23% 黑尾鱼体内的含量则增加了27% 这项研究刊登在《自然》期刊上,研究发现气候让海水变暖 因此较大的鱼类像是黑维鱼,就需要吃的更多来维持体力 这代表它们吃下更多含有高甲鸡拱含量的猎物 研究人员发现,过度捕捞较小的飞鱼和沙丁鱼改变了大西洋雪鱼的饮食 因此现在它们会吃更大的飞鱼和龙虾,这些也都含有更高含量的甲鸡拱 该研究指出,摄取受污染的鱼类可能会影响人类健康 研究指出,婴儿在子宫中就暴露在甲鸡拱下 与长大后有长期神经认知功能障碍有关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议 孕妇应该避免食用的海鲜包括鲨鱼、箭鱼、鳍鱼和短尾 目前FDA推荐,每周摄取两份至三份的雪鱼和鲑鱼或鲸鱼 每周只摄取一份冠状、新鲜或冷冻的长期鲑鱼或预缩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